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看看 您是买什么书吗 我不看书 我是来看你的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是没什么可看的 那你也不能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吧 谁是狗啊 再说你也没给我肉包子呀 笑 有什么可笑的 那你不能一点信都没有啊 你不能打个电话 你们这是没电话还是怎么了 我哪知道您心里怎么想的 再说我还怕我打电话找您烦呢 那你住家里你不怕我烦了 所以我不住了 那行 那我走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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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我承认 是我不对 行了吧 我以后定期向您汇报 行吗 你在哪儿住啊 离这儿远不远呢 不远 那一个月多少钱 贵不贵啊 不交房租 不交房租啊 嗯 那别人借我们住的 谁 谁借给你租啊 一朋友 一个什么朋友啊 哎呀 我说您就别管那么多了 行不行啊 我就问一下 是一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您看您这严肃劲儿 我又没犯罪 那你告诉我 你到底住的是什么人的房子 这人您认识 我认识啊 陈谢明 胡说八道 我认识什么陈谢明啊 您敢说您不认识 我就不认识 他是我的中学老师 教地理的 想起来没有啊 他那会儿老爱穿一身西装 梳一大背头 跟别人不太一样 有点印象 就是他 他有一房子空着 所以就借给我们住了 那这人可是个热心肠啊 对了 妈 还有一好消息 什么呀 网告上学了 真的 也是这陈老师帮人联系的 他还帮王高辅导功课呢 陈老师这人啊 特别的好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是应该好好谢谢啊 可是怎么谢啊 那还不容易嘛 买点东西 看看人家就是了 你 写什么呢你 我给龙生写信的 龙生准备考什么大学呀 王高 啊 什么 我问你龙生准备考什么大学 这我哪儿知道啊 老高 我刚才说的话 你什么态度啊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霸道 你别气我我告诉你啊 我说话你听见没有 我耳朵没笼 你嚷什么呀 行 那你说你的意见 你不就是要我关心你女儿和外孙吗 我女儿 她不是你女儿啊 她姓高 是啊 我知道你是不喜欢王高 我也不喜欢王高 那不管怎么说吧 她现在上学了 就算走上正道了 咱们怎么也得表示表示 鼓励鼓励啊 反正我想好了 过两天 我叫洪君带她儿子到家里来吃顿饭 见个面 聊聊天 你同意不同意啊 我考虑考虑 行 你考虑考虑 好了 来 来 看你的报纸 看报纸 看报纸 看 看 看吧 看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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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呀 来了 你 你好 你 你是陈老师的爱人吧 你是谁呀 我叫高洪君 是陈老师的学生 学生 他已经不在学校了 我是他以前的学生 我来看看陈老师 对不起 他不在家 没关系的 他不在 您在也成啊 我 我就是来看看陈老师 那好吧 请进吧 这就是我新建 你这屋子还不错嘛 对 你坐 坐啊 这是你的床啊 嗯 怎么这么搁啊 木板床啊 你要再垫个垫子就好了 我的床啊 可舒服了 我天天早上都不想起床 就能赖到床上 那你更应该睡睡木板床了 能治你的懒病 那我试试 瘟死了 给我拿着枕头去 给 来 这儿还差不多 你怎么不坐啊 罚站呢 啊 你离我那么远干吗 坐这儿了 远吗 坐这儿了 真看不出来你还挺封建的 男女受受不亲啊 快点 坐过来 这儿还差不多 别忘了我是你姐 您还那么漂亮 你说什么 我们上学的时候 您到学校去过是吧 我见过您 我们那时候啊 都觉得您特别漂亮 跟天蝎似的 你说什么呢 太夸张了 真的 我们那时候啊 都特别想看您 追着看 您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那时候啊 都小 不懂事儿 还瞎议论 议论什么呀 议论陈老师 是是怎么把您给追到手的 我们都觉得陈老师配不上您 觉得他太幸福了 唉 其实啊 我们一点都不幸福 您 您说什么 我说我们一点都不幸福 您开玩笑吧 我为什么要跟你开玩笑呢 也 也是啊 所以啊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实情 马老师 您说什么 我 我不太懂 不懂 我说的不明白吗 您是说 您跟陈老师不好 对 我和陈建明 关系非常不好 其实她很少回家 事实上 她已经很久不在家住了 不过最近她是总回来 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懒得问她 那她住哪儿啊 她有地方住 什么地方 在哪儿啊 你怎么那么关心她呀 哦 反正她不会坐在大街上 我历来的原则啊 是不问别人的闲事 可是陈老师不是别人 她是您的爱人哪 爱人 什么叫爱人哪 结了婚的都叫爱人 没有爱的夫妻也叫爱人吗 我倒想知道 你爱你的丈夫吗 我想你是结了婚的对吧 哦 看来你很爱她 你们很相爱 否则你不会把她叫做爱人 没有爱的夫妻也能叫做爱人 我觉得既可笑又虚伪 对 这就是我的看法 学上怎么样了 臭吧 真的上吗 咱别提学习好不好 一提我就烦 那提什么呀 只要不提学习 对 问一件事 你真不知道你爸是谁 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干什么的 说不定他是个教授 教授 干嘛是教授啊 教授多好啊 有学问 他那帮你学习呢 你看你看 又来了吧 刚说完 对不起 对不起 那他就是个 当官的 部长怎么样 不怎么样 那 老板 行了吧 那你愿意他是什么呀 那你愿意他是什么呀 我呀 我愿意他是个司机 开出租车的 傻瓜 就只要开骑车 我看 你对陈建明挺有好感的是吗 我觉得陈老师人特别地好 是吗 怎么个好法 心胸宽阔 待人真诚 品德高尚 您笑什么 我觉着你说的话很可笑 怎么可笑了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这只能说明你不了解他 或者说你很幼稚 是 您不爱陈老师了是吗 可以这么说吧 您为什么不爱陈老师啊 我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知道 你能有什么意思呢 我就是觉得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陈老师都是我最尊敬的人 我发自内心地尊敬他 真的 那好 那你就 尊敬吧 我先留着 这半天我还没问你呢 你为什么来看陈老师 还给他带着水果啊 不能说吗 没有 陈老师帮助了我 他帮你什么了 他帮我儿子上学 他帮我儿子上学 没有 难怪呢 难怪你说了他那么多好话 我说陈老师好 不是因为他帮助了我 是我一直觉得陈老师是个好人 好人 我怎么那么不喜欢好人呢 那你喜欢什么人 我喜欢有上进心的人 这人得不断地进步才行 可陈欣明他恰恰就不是这样的人 他太安于现状了 我就受不了他这一点 要说你说女人追求幸福有什么不对吗 可跟他在一起 一点希望都没有 他这人呢 就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 说难听点 整个就是混日子 陈老师不是这样的人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吗 他 是 我不否认他是个好人 可是我不需要 你刚才说什么 他不配我 我 我不是这意思 我还没说完呢 我说呀 他不合适我 我不想用配这个字眼 你不管他是好人 还是坏人 总而言之我对他不感兴趣 你们怎么回事儿 在干什么 他是谁啊 陈老师 这儿 你怎么来了 女学生来看你来了 还给你带了水果 水果 什么水果 这不这儿呢妈 我还担心你不回来 应该怎么办呢 女学生该以为我给吃了 那多不好啊 谁吃都一样 那可不一样 我是我 他是他 妈 我 我该走了 那好 那我送送你 不用 不用送 马老师 我走了啊 再见啊 马老师 慢走啊 你刚才都跟他说什么了 你说你是他的朋友 对啊 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们啊 因为 小偷 你说什么 他是小偷 笑什么 有什么可笑的 你正经点 我怎么不正经了 你这个样子 是严肃的态度吗 王刚 我走了 王刚 我走了 别走 坐你的 坐呀 你长个什么样 我让你坐去 哎 你干嘛 你干嘛 王刚 你给我站起来 我叫你站起来 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站起来 我不想站 我就想这样 你呀 真不知羞耻 我告诉你 王刚 你呀 你太像你那个爸爸了 哎 你知道王刚他爸干什么的吗 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他的爸爸 是个大赌棍 大流亡 你知道什么呀 王公他爸是 别说 不说什么 你有什么好说的 我跟你说不着 不可救药 可怕 太可怕了 老爷闯到我的家里 大发一通脾气 我真不明白 他有什么权利 对我这样 我不是他养的 没吃过他的饭 没花过他的钱 他凭什么 就凭他是个大官 凭他是我妈的爸 那我爸呢 我止不住地想起我爸来 想知道他是个什么人 是干什么的 刘佳鼓励我去找他 我有点犹豫 有点怕 可有刘佳陪着我 我哪儿都愿意去 师傅您好 请问一下十五号楼怎么走 在这儿 谢谢您 没事 走 你看我干吗呀 看你好玩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不干吗呀 好了好了 不赶紧倒了 你干吗呀 我学你呀 行了行了 别闹了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 我喜欢你 刘佳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我问你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 我也喜欢你这个弟弟 我也喜欢你这个弟弟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 可我不是你弟弟 你就是 不是 是 快点 走 过来 磨了什么呢 敲闻吧 敲啊 你不敲 我敲完 等等 你是不是紧张啊 紧张什么呀 说不定开门就看你爸了呢 多好啊 等会儿吧 等什么呀 咱问来问去才问到这儿的 好 你敲吧 你看你弄得我都紧张了 要不你来敲 不不不 你还是你叫我 没人啊怎么办 没人就走吧 没人就走吧 你们找谁啊 我们找个人 谁 找谁 这家是不是姓藏 您认不认识一个叫藏俊领的人 一个男的三十多岁了 对门不姓藏 那姓什么呀 你们到底找谁呀 我们就找张俊领 你们是他什么人啊 怎么您认识他吗 以前是有这么个人在这儿住 现在他搬了 那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那家知道吗 那家知道吗 早就搬走了 你们早到这儿来了 你说 你跟他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是藏俊领的儿子 他来找他爸爸 你说他是谁 他是藏俊领的儿子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来找人的呀 藏俊领他没儿子 只有一个女儿 他是他儿子 真的是他儿子 只不过他们一直没有见过面 因为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他妈妈生他的时候 藏俊领都不知道 别说了 走吧 别再说了 为什么走啊 他认识你爸爸 爱认识不认识 文高 你跑什么呀 你 有那么可怕吗 我早知道你这样 我都不管你了 好像我逼你似的 混蛋 你骂谁 没骂你 骂人管什么用啊 真没出息 你 我怎么了 我喂的什么呀 我吃饭我抽的我 我还不看你那怪可怜的 可怜个屁呀 谁让你可怜啊 我用不着 好 我错了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走 王高 你凭什么对我发脾气 我怎么你了 你有没有良心啊 你良心要给我吃了 我算是明白你了 你呀 你根本就不正常 你根本就是有病 对 我就是不正常 我有神经病 怎么着啊 什么 他有女朋友 你不知道啊 他有女朋友 我怎么没听他说呀 不可能 你这个人也主观了 这是你爸亲眼看见的 又不是他瞎编的 再说 他编出个女孩子干吗呀 污蔑王高啊 我爸去我那儿干吗 有事啊 没什么事 就是去看看你呀 关心关心你们母子 真的 你看 你还不相信 那他怎么知道地址的呀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那天我跟你爸说 我说王高上学了 让他去关心关心他 别弄得跟仇人似的 你爸去你那儿 连我都没告诉我 自个儿偷偷去的 去完回来以后气坏了 给我骂了一顿 他骂我我福气 我没话可说 谁让我判断错误了呢 王高跟女孩在屋子里 就她们两个人 你爸问他们怎么认识的 那个女孩子嬉皮下连的 跟你爸胡扯 还故意气你爸 怎么气他了 俩人搂搂抱抱的 当着你爸的面 真的 你看 你又不相信 我不跟你说了 你要觉得王高好 他就好 你别说他好 就是觉得 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你看你看 就你这固执劲啊 跟你爸是一模一样的 这小子 怎么会有女朋友呢 有女朋友还不可怕 我怕哪天啊 再遇上坏人 不走正道 再犯了罪 我告诉你 就这样的儿子 还不如没有呢 我说妈您说什么呢 他也没犯罪 那是现在 那怎么着 您还希望他犯罪啊 您怕是他犯罪啊 你什么意思高红军 你啊 是你儿子惹你生气找麻烦 不是我 你别拿我撒气 我跟你说啊 别找我 我根本就没气 你什么意思 你觉得你儿子 这跟一个女孩子 搂搂抱抱的是好事 是不是 对啊 就她这年龄 有个女朋友很正常啊 也算不了什么罪过 对 这就叫什么呀 叫有其父必有其子 还有你这样的妈 我还有您这样的妈呢 胡说 怎么了 您不是我妈呀 我不是您生的呀 我告诉你啊 您别找我生气 好好管管你儿子 你别再惹你爸生气 好 红军 陈老师 忙吗 不忙 能和你说几句话吗 陈老师 其实您不用说 什么都不用说 我确实没想到 没想到什么 我就是她说得不对 一点都不对 是她错了 你说的是 你是说我爱着 对啊 您爱着她 我真的不明白 她 她还想怎么样啊 她有什么不满意的 陈老师 我这么说 您不生气吧 她说您不入家里了 是真的吗 是 什么 其实啊 我早就有感觉了 那房子您住过 这两天我心里 也挺不安的 我想 我还是出去租房子吧 要不然您住哪儿啊 我已经搬回家出了 其实啊 其实啊 天底下哪儿有没有矛盾的夫妻啊 你说是不是 你要不要瞎操心 我 我的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 我知道 那当然了 可 可是 那 黄俊啊 我今天可不是来解释这件事的 我是来和你说王高的事 他 他怎么了 他今天上哪儿去了 上学去了 没有 他已经三天没有去学校了 我刚才去家里 他也不在 这混小子 你别骂他 骂他没用 王高的孩子啊 个性很强 比一般孩子都强 本来我是想 让他回到学校 学校的环境相对单纯 学习上给他这压力 让他多学点知识 对他有好处 可现在看来 有点难 不太容易 我早知道会这样 我是担心哪 陈老师 您也不用担心了 没事 不上就不上了 其实啊 也不能怪他 他从小的 就跟着大人一块到处躲债 从小就没养成学习的习惯 上学只是个形式 我担心的是他内心的问题 内心 你说 一个人活在社会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吃饭啊 错 吃饭在你是问题吗 你说 不是 最重要的是 归属感 人有了归属感 才会感到安全 王高恰恰在这上面 非常缺乏 他是我儿子 他归我 我 事情要这么简单那就好了 其实我看连你都有问题 你有归属感吗 不知道 我没想过 就是吗 爸爸不是照样活着 可你是大人 有生活经验 王高还在成长阶段 他是个孩子 没有归属感是非常危险的 最简单的一个问题 他为什么姓王 那他该姓什么呀 他爸爸姓什么 他告诉我了 他爸爸姓藏 没错 他是姓藏 可是那怎么样 跟王高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点都没有 怎么没有关系 他们是血缘关系 那又怎么样 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 唯一不能改变的关系 那又怎么样 你是怎么了 一下变得这么激动 我没激动 你还爱他 谁 藏剧领 我现在都快忘了 他长什么样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去找他 谁说我没找他 我找了 没找到 你要真的想找 我不信找不找 我找他干什么呀 我觉得没这必要 谁让他现在什么样了 没准 他都忘了呢 不过那现在怎么样 干什么 有一件事是确信无疑的 他是王高的父亲 他要不认呢 怎么可能 为了你儿子 你应该去找他 你怎么不说话呀 说话呀 说什么呀 你最近 你最近 是不是一直没去上学啊 为什么呀 跟你说过了 我不想去上学 那你是不是打算 一直不去啊 你说你这么做 你不觉得对不起陈老师吗 陈老师为你花了多少心血啊 他一心希望你好 我学习跟不上 考试了不及格 一样对不起他 大程 大程 那咱们今天啊 不谈学习 那谈什么 老爷是不是来过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我忘了 我记得了 你怎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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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的 我做的 你怎么做的